我觉得吴磊未来的女朋友应该会很幸福 因为她真的是一个很细心的一个男孩 她是一个很成熟的男演员 她是一个感觉像是会比你大 而且她本身也比我高嘛 我觉得是一个比你大的一个哥哥 因为她会去照顾你 她会去照顾你的情绪 她会去照顾你 比如说有那个楼顶 滚下来那场戏 她也会就是她自己家的那个户头的那些 然后她也会问 会不会疼啊或者怎么样 你没有摔到哪里 她是第一个就是把我抱起来 也没有说任何话的一个男演员 因为当时拍唱歌的时候 我要故意稍微吃胖一点点 但是她是唯一一个说不重要 还可以 虽然我也不知道她当时是安慰我还是怎样 所以当时她抱我 还有转圈 放下来 其实动作都很能有 都很轻 画着唱歌那个戏呢 我就觉得 很容易 很容易 我们就是说了 她倒是不能知道 她知道 我撑住你的诗言 又是你 拿着啊 拿着啊 老人都聊聊天啊 老人都聊聊天啊 我回来了 反复的言恋对白的语言 我学的这也不变 上完你好多遍 又纠结了戏片 我们绝对不合理 会要做少一点点啊 两位 来 准备 我还是弄不起来的 八十 一八了 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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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在这里呢 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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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在我的心中你无论置入 有一点的红乎 因为你的恐怖 你说到脚下口就该置入 我还是不认输 太冲突 我的角色认输 不能把你破除 慢慢跌倒迷雾 没准确的地图 时间不能辞速 我们之间的碰触 每一步 我看着你的侧脸 有几秒的瞬间 突然就变危险 坠入海里面 我穿住你的时间 有几分的冒险 把你回家圈 打跑一点点 跑给全部三年 这习惯是默点 反覆的眼帘 对白的语言 我学着彻夜不眠 伤了你好多遍 又我纠结了几遍 别看着你的侧脸 有几秒的瞬间 突然就变危险 坠入海里面 我穿住你的时间 有几分的冒险 把你回家圈 打跑一点点 好多遍 对白的语言